乐于助人的好人 人们不但会给予其很高的评价 大多数人都会对其表达敬意 然而在华南县却有这样一对夫妻 他们不但不尊重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还利用人的善心 杀害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胡永久的女儿胡一轩 今年17岁 每天下班 小轩总会比父亲早一些到家 7月24号这天 胡永久下班没看到女儿 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询问 大伙也都不知道小轩去了哪里 第二天发现孩子还是联系不上 还是那个没回家 完了等到晚上 我们就还是联系不上 我们孩子不回家 我就上派出书 民警调查后确定 小轩是在回家的路上出了意外 小轩在加姆斯林业卫校上学 今年3月来到华南县人民医院实习 从医院回家 他要路过林业小区的楼道口 民警在小区的监控录像里发现 小轩是被一名孕妇领进了楼道 路过的时候碰到一个孕妇 那个孕妇就是说肚子疼 向咱家孩子求助 求助说你帮我送到楼上 咱家孩子出于好心 打着自己的伞 参伏着孕妇 把孕妇送到楼上 让咱家孩子再等下来 民警随后将孕妇谭某和其丈夫白某 招获 孕妇谭某表示 是自己将小轩骗到了楼上 这个17岁的女孩 已经被白某杀死 埋在了树林里 谭某交代 自己拐骗小轩 是为了帮助丈夫实施强奸 以此博得丈夫欢心 谭某怀 已经九个月 眼看着就要生产 谭某在网上买了瓶三错轮镇静剂 随后便在楼下寻觅年轻漂亮的女孩 小轩经过时 谭某上前假装自己肚子疼 好心的小轩健壮赶紧上前帮忙 扶着他到了五楼的谭某家里 他把这个小公司骗到楼上之后呢 他事先把这个三错轮药片 碾碎了 碾碎了有那个酸奶盒 两个酸奶盒 其中把一个揍开之后 把那个药面货里头 这时候案前都准备好了 一盒没有药 一盒有药 然后小公司进屋之后 他捞颗 捞颗的时候 然后就把那个 这女的 就把这个两个酸奶 把那个参有药的那个 这盒给这个小女孩了 然后他自己喝的是那盒 喝完之后 小公司就迷迷糊糊 躺在床上的时候 小轩喝完酸奶后 便晕了过去 犯罪嫌疑人白某将其报警卧室 发现小轩正在月经期 便放弃了强奸的想法 对其实施了猥亵 事后白某提议杀人灭口 便用枕头 按住了小轩的头部 小轩惊醒挣扎 谭某便上前 按住了女孩的手脚 白某和谭某将小轩闷死后 装进了旅行箱 拉到小树林 毁尸灭迹 然后把箱子 扛到那个小树林边上 把他们自己 自己也带起 车内就敲 直接挖的坑 然后直接把这箱子 就埋上 事后谭某和白某 分别躲进了农村老家 民警通过摸牌 先后将孕妇谭某和白某 抓获归案 犯罪嫌疑人白某 今年38岁 结果三次婚 和第二任妻子生的女儿 已经16岁了 36岁的谭某 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俩人在山东烟台 打工时相识 结婚后 白某发现 谭某背叛了婚姻 就经常对谭某使用家庭暴力 白某说 妻子谭某是大专毕业 在校期间去过韩国交流学习 在烟台打工时 也赚得比自己多 自己无法接受妻子出轨 妻子提出找个女孩 给自己消气 她也没有拒绝 犯罪嫌疑人之一的孕妇 谭某还有十天是预产期 目前谭某身体状况正常 正在警方监视下 在医院待产 这真是令人震惊的恶性事件 小萱好心服人 反倒被害的事件 引起了社会上 媒体上的广泛的关注 那很多人都自发的到网络上 为小萱送上了最后的祝福 送一个孕妇阿姨到她家了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两条和朋友发的微信 竟然成了华南县17岁女孩 小萱留在世上最后的话 7月24号下午3点多 家住黑龙江加姆斯市 华南县的17岁女孩 胡一萱在去同学家的途中 遇到了一名假装肚子疼的孕妇 请求她帮忙 扶自己回家到楼上 善良的小萱 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会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好心的善举 让她葬送了自己如花的生命 年仅17岁的小萱 出生在华南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是当地人民医院的一名实习护士 在朋友的眼中 小萱爱说爱笑爱打扮 而且很有爱心 他们无法想象 谁会对这样一个阳光善良的女孩 下次毒手 事情发生后 无数有良知人的心被牵动了 在百度贴吧 华南吧里 数千名网友发帖 悼念这个善良的女孩 她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但她有着神圣的职业 白衣天使 她跟普通女孩子一样 爱说爱笑 还有一个月就是她18岁的生日 花一样的年龄还没有盛开 就已经被这对黑心的夫妇残害 我真的写不下去了 让我们永远记住她吧 小萱 天堂的路在为你亮着 愿你一路走好 萱萱 再也看不到你天使般的面孔了 你知道吗 你在家人的眼中 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你在朋友眼中 是一个温和大方的知己 在我这个哥哥的眼中 是一个永远长不大 却又懂事的孩子 想起你爽朗的笑声 我真的是心痛不已 亲人的思念 网友的悼念 再也换不回那个美丽善良的女孩 小萱 愿你一路走好